痘痘 在痘痘這一方面 我們會建議患者呢 就是平常要保持好的作息 因為痘痘呢 在免疫力比較差的時候 他的確會 或者是在生理期的時候呢 他的確會發得比較厲害 那第二呢 就是目前比較有實證的 就是這個甜食 碳水化合物過高的食物 那我們也不建議使用 甚至像油膩油炸的 這個也會盡量要減少 那特別在清潔臉部方面呢 我們就是用一般很溫和的清潔就可以 因為很多人想要把粉刺洗出來 他就會很用力的去洗臉 或者是用磨砂的產品 那其實在皮膚科醫師的角度 是不建議的 站在皮膚科醫師的角度呢 會建議患者呢 如果有痘痘方面的困擾 還是尋求醫療院所的一些治療 建議這是最好的 如果像凹陷性的痘疤 其實當痘痘穩定以後 這些殘留的痘疤 它其實可能會穩定一陣子 那如果在意外觀的話 可以尋求一些像雷射治療 那甚至像色素的呢 像浸膚雷射 像這些血管 可以有一些染料雷射或脈衝光 就可以來達到這個 比較好的效果 前面